你说什么 她来过了 她是谁 就是 给娘说头的那个丫鬟 给娘说 顾海棠啊 她叫顾海棠啊 对啊 哥 她肯定是闯进来的吧 海棠 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她呀 我看哥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你忘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她了 今天听全叔说 对这两天有点咳嗽 真的吗 有人 这么晚了还有谁啊 你 哥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还穿成这样 在这干嘛呢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穿成这个样子在干什么呢 我出来玩啊 出来玩玩 你还学会撒谎呢是不是 你是不是吓唬人家树头姑娘去了 我 我就跟她开个玩笑嘛 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啊 我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寒毛 听见没有 我问你听见没有 知道了 凶感什么 怪不得的 她天天跟我说咱们家闹鬼 原来是清清在那捣乱呢 清清这丫头啊 我已经说过她了 你是不是跟她很熟啊 算打呼几次教导吧 那你再跟我说说她呗 还有什么 她胆子挺大的 哪儿都敢闯 但其实啊 就是个糊涂虫 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 是啊 被人暗算了她都不知道 是啊 不过她的性格呢不像个女孩子 但是她书头的手艺到耳不错 对胭脂水粉也颇为精通 这点倒还挺像个女孩子的 她还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哥 这样吧 下一次啊 我带她一块儿来找你 陪你聊我天 不行 你不能带她来见我 为什么 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看见我一定会被吓跑的 吓跑她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哥 你不能老这么想 你也不能永远活在这阴暗里啊 你得来面对 你得走出来才行 你得试着跟别人接触 不能老囚禁着自己 可是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勇气面对她 月轩 月轩 要不这样 你替我跟她交流 就是说 把我想对她表达的一切 传递给她 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吧 我挺喜欢她的 是什么意思啊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一定会把我摆成